但是我做完之后自己的成就感是做其他东西没有办法去得到的 正常一天是12个小时 分为两根 上午6个小时 下午6个小时 每天对体力的消耗会大一些 因为我们检测去工作 主要是一站字 另外就是要不断地去说话 不断地去解释 所以对于身体的消耗还是挺大的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说香港的疫情长期得不到控制 甚至变得更严重的话 对各行各业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包括我自己 所以从长远上来讲 这个付出是很值得的 我觉得 之前甚至一度有这个消息讲 这个检测的假长性机会很高 甚至有20% 30%这种情况 那现在来看 就不攻自破了这种谣言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一个大规模的检测 在短时间的大规模的检测 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个现阶段来讲 这也是世界各地得到充分证实的一个做法